各位你們好 我們今天又是11月20日 我們在雪梨那裏跟各位聽聽我們一些看法 我是阿蘇 隔壁那裏就是Herrick Herrick 你好 大家好 外面天氣很幽默 是呀 心情如何 不太好 為甚麼 天氣差 有沒有其他因素 都沒有其他因素 剛才天氣很好 是呀 突然間風雲變化 是 風雲變化 是呀 我們這幾個禮拜 我心情都是麻煩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回應你剛才黨的區選 區選其實在香港已經分析了很多 還有很多不同的任何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不開心的原因 除了是選得可以或者不行 你說不重要的 其實這是北京影響人的情緒 好像你這樣說 如果陳偉宜又得了 又得了 胡錦基 大家開心得多 哈哈 是的 真是有些事情想做 又做得到 還有我們說的目標是結合民主黨 表債票償 起碼要能夠教育到別人 認清了民主黨的爭議 那如果債票償的運動是不成功的話 那就是人真的不能知道這個民主黨的面目 那這個正是我們覺得是不舒服的地方 不知道你覺得是不是 我真的沒有傳道上是歸咎的 香港任何人都對政治 還有他們對很多東西都不是跟得緊貼 就是心事事 聽回那些回應方面 他們原來會覺得民主黨好像適人 還有李柱銘司徒那時候那種情懷 還有還有一個可能叫利武客 我們也有說 他們不希望是民建聯去真的贏了那種出現 他們覺得與其我都要給一些票 你們那些其他那些花靈廳 沒有不知命到的人 不如歌唱我都要給那些八甲仔 那些那些 我自己的看法我之所以不開心 最重要的是覺得 現在人民力量或者我自己認為的進步的 健康的力量是受到有史以來的最大的鼓勵 這個才是最不開心的 譬如我自己覺得就算以前是怎樣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否在鼓勵你 但是經過這個公民黨又所謂割席 然後民主黨又抹了臉 其實這個之前已經抹臉了 不過現在更加覺得抹臉 抹到它是陣陣有詞 因為所有的輿論已經是去到反共民黨的一部分 變成你自己覺得這個不開心 你好像覺得周圍是被孤立 其實網民說好 好像說不怕孤立 其實也不是怕 而是覺得出路是哪個地方 明白嗎 不是說很怕 如果我明知道我是孤立 不過我有條路 有條隧道 都可以挖到 我覺得也能夠 但是現在覺得 究竟前路是怎樣 那種前路的感覺是很舒服 譬如剛才已經有人說過 我們可以叫阿斯拉 叫什麼叫麥 或者帶傳媒 但傳媒不用留他 絕對已經是 絕對已經是 他不會理你 你也不應該指望他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帶傳媒的勢力非常大 所以我不開心的就是覺得 黑暗的勢力這麼弱的時候 你會覺得 人是很不舒服 所以這幾句話 很大很強 很強 好像沒什麼出口 尤其我自己 黃毓民其實在 一開始驅選之後 他就有一個track 說了兩句詩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這兩句詩就是 兩間魚一竹 賀激獨行 一個路訓詩 你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看過 黃毓民的track 對於這兩句詩 看過 那會比較高細節 高細節 好 其實這個是 魯迅的兩句詩 他當時就是 寫作的時候 因為他有受到 當時的左派民人的壓迫 又受到傳統民人的壓迫 魯迅是一個革命者 革命的助根 在這樣的情形 他就夾在中間 他就覺得非常痛苦 他的詩句是這樣 他說 寂寞新民院平安 舊戰場 即是新的戰場 即是左派勢力 舊戰場 也好 都不受我玩 壓迫我 於是我兩間魚一桌 在兩邊裏 我剩下一個人 何擊 毒 龐桌 不是雀 是兵桌 何擊 是一種武器 我自己拿著武器 準備戰鬥 黑社會 不是 黑龍的救世 但是 我自己一個人 很獨 很單獨 很獨 是 於是 真真正正 我有時其實都是這樣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突入行的人 都被人反對 我們走一些這樣的路 你說 你有沒有聽過 不知道誰這樣說 即是走運之路 從來都是孤單 是 沒錯 我會一直這樣說 其實我當時看到黃英文這句詩 已經 不是看到他 還沒看到之前 我看到區議會 我已經馬上感到 你真是死禁了 被這麼多人的隔壁 我就想寫一篇文章 不過不寫到 我想今天說就算了 我就想寫黃英文 你賀擊 旁鑊 即是你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實際上 我們是個支持者 就像剛才Canon這樣說 沒錯 走民主路 尤其是香港 從來都是孤單直落 而且是非常地困難 20年前 我們信了民主黨 以為他會讓我帶出 和你重新的 發覺根本就不太貴 被人找病 找了一百年 你這麼小 從你十幾歲到你現在 這樣的年齡 真的覺得很好 但我告訴你 覺醒的人 是最痛苦的 是的 魯帥也說過那個故事 他曾經就是 不想寫作 你看到中國人 看不起中國人 這種民主性 於是有人請他出來寫作 於是 魯帥就說 中國好像一間鐵局 裡面的人全是紛紛入睡 由入睡至死亡 他們是沒有痛苦的 你現在願望寫文 我會驚醒其中幾個人 但是驚醒了他之後 他就會面臨知道自己 在鐵屋裡 喜歡死亡 那就更加殘忍了 但是叫他寫作 如果你驚醒了幾個人 這樣就有可能 會破壞了這間鐵屋 會將這間鐵屋推留 於是魯帥說 因為這個這樣的人 這樣說 於是我就出了一聲 其實他這樣說 是非常感動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覺得 起了身 是更好 但是如果你不叫幾個人起床 那這間鐵屋 就永遠是鐵屋 裡面的人一定會死 等死 等死 所以你會覺得 路上是看到 中國是一間鐵屋 是一間絕望的鐵屋 絕無空氣的圈 沒有槍 沒有東西的 於是你就會覺得 等不等死 等死其實是舒服的 但是老實說 因為紛紛沉沉地死 就不說 像你講到香港那樣 民水煮花 是的 其實所以我會有時候 為何今天來講 那麼多 希望不是廢話 就是覺得 民主派 或者要走民主道路的人 一定要有些指導思想 其中一個指導思想 很重要的就是 要了解中國的民族性 如果我們了解了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 很悲良 很淒慘 但是 或者 驚醒了 是有改變的 希望 所以我今天就想講一下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柏林那個《將光龍》 有 小龍DNA 是的 他們說我們中國人 《將光》 《將光國》 進去的人一出不到 有各式各樣的 有各式各樣的 醜大的地方 烏衛 烏衛 《秋源中堂》 沒有失陰 《其中部》 《天的時候》 《rato任別與中國人ido》 那中ied 是 都是一些張忠道的民族性感到很醜流的傳遞文 都會放大了一點點 我就覺得 或者是... 但還是有這些不可以的 希望放大了 我今天想和你講的故事就是老心的藥 藥是吃藥的藥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都有的 但可不可以深入一點點 是很簡單的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 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就是老順的一篇短篇小說的藥 這個藥其實就是有一家人叫華魯先生的姓華 這家人的梁姑婆就生了一個兒子 兒子十多歲 但是就有肺肉病 肺肉病需要吃什麼呢? 需要吃一個人血的饅頭 吃一個人血的饅頭應該根據這個傳統的技術就可以用它 於是這個華魯先生就用了很多錢 就是通過一個葵子手 就買了這個血饅頭回來 為什麼呢? 但是這個血饅頭還有一些人血得比較新鮮的 那華魯先生就是... 怎麼會買的呢? 他就是買了一個葵子手 葵子手就要殺一個革命者 而這個革命者死了的時候就有些血了 然後這個葵子手就會用一個饅頭去染了死者的新鮮血液 就拿回來給華魯先生 就大熱了一個饅頭給兒子吃 於是呢 這個被殺的人呢 就是一個革命者 那他的名字就叫夏瑜 夏就是中國的夏 華夏那個夏 魚呢就是玉字邊 魚名的那個魚 都是一種玉石來的 那華魯先生就買了這個人的饅頭 並且扔了給兒子吃 吃完之後呢 他兒子就死了 那麼與來華魯先生的太太就去拜祭祀手jac的身份 當脾氣這個時間 就發現有另外一個女人也都在祭祀宵 原來另一個女人就是拜的一個夏瑜的罰 也就是說是他兒子吃了對方的血 然後死者那個罰 原來呢 兩個不同的女人 一個是被殺者 一個是吃了血饅頭的婦女 都去同一個墳地拜生 一個是拜下雨 一個是拜懷孕生的兒子 但是這個下雨的媽媽 當她看到在墳地有另一個拜生的時候 自己覺得很醜 因為覺得我的兒子真是壞 或者不是壞 總之她覺得很羞愧 因為我拜的是一個被殺的人 於是很害怕 令對方有人見到我去拜下雨 但是很害怕 但是故事就是這樣結束 一個很悲凌的一個墳場 兩個悲哀的婦女去想罰 這個故事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故事呢? Alet 你看到些什麼? 不知道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首先我想告訴大家 我經常都想起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我想告訴我 其實魯迅是一個非常尖銳的解剖中華民族的東西 他說給我們聽 第一 中國人是很殘酷的 他要吃的是什麼呢? 吃血 但是吃血是死血 革命者的血 革命者叫做下雨 其實他是在抽筋的對應 是的 他其實是說抽筋的 就是說在一些革命的事 他死了 為人民而死 人民還要吃他的血 這是第一 第二 他並沒有得到光環 並且他的家人是修改的 還有吃他血的人 這些人不是一些簡單的 你要留意是一些善良的淫漫 於是你會覺得 中國人看完這篇文章 覺得非常悲良 和很陰謀 這個民族令你覺得很不舒服 他不會讚賞 或者不但不會讚賞 所以不會追隨革命者 還會是踐踏他們 去吃他們的血 而且革命者的家人是修改的 不是會覺得 唐兒黃之我革命 你們會擁抱我 是不會的 於是你看完這篇文章 你就會覺得 中國是一個怎樣的民族 中華民族 是不是值得我們去反抖 我從來不懷疑這件事 因為我們是深於詩 長於詩 我們是中華民族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 中華民族是一些什麼的男族 其實如果看過秋謹的書都知道 秋謹是多次罵中國人 在豬籠場面 因為他們從來都不理解什麼的原因 而且你做習慣者的時候 你是不但孤單靜寡 而且他們會一起圍觀 來推理行刑 於是你怎樣看中華民族性 正如我剛才說了這個藥腳武士 這篇小說是很少 幾千次而已 好悲論 你怎樣看 我不是說到什麼民族的 或者我在香港那邊長大 我反而覺得 人是利己得不求 就是你不要阻礙我發達 就是你做什麼都沒有 你不要阻礙我發達 我管你做什麼 就是你會見到很多事情 有些人不理解你什麼遊行 示威等等 但是你不要衝了一條路 就是你會見到 有時的士司機你訪問他 就是他不會理解你 你抹去揮貨一點 他就是說你阻礙他去找藥 是 沒錯 那來看楊這個故事 他都是說到一般的人民 是頗為善良的 這個華老山 是一個酒館裏面的 一個普通的小小的 一般的市民 一般的市民 並不是一個殘忍的人 但是他明知道他吃的那些穴 是那個避受的救命者 但是好像你這樣說 救他的兒子就可以了 他要你死而已 你死而已 你死還好 因為你死了之後 你就罵他 你又要救了那個兒子 雖然大腦很悲良 很悲良 是啊 即是嘗嘗 沒有壞 全部都覺得 是 拿你的命 不如柳信也有寫到阿Q 還有狂人日記 全部東西都是 很深刻地去解放我們中國人 是一些 我不想說 很可恥 但是你會覺得 這個民族是 令你覺得不舒服的 譬如我們 阿天 你可以說 我想問你 你覺不覺得 我們以前的民族 和現在的民族是不同的 或者是 還是我們根本 這個這樣的思想 是根深替故事 是瑜伽的思想 一直走到導致我們 那個 就是那個犬儒 所謂的 中國人 還是只不過是近代 某一些事 或者某一些 清朝職藥 然後才是導致 以前也不會不是這樣 盧信水這個小說 每一百年都有幾十年的情形 我只能夠 我的觀察 在我的體會 就是中國人的質素 比以前更加差 因為經過幾十年的共產主義教育 再交上文化大革 不 之後 那個傷痛 傷痕是非常深的 如果你看回中國近代很多書 都知道我們民國時的中國 並不是那麼差 但是 魯迅寫的時候 就是民國時的中國 但是當時我們都叫做有優異 或者有mercy 對人類的東西 如果你看看最近陳文的書 也都說到 中國人很多時候 在當時幾十年前的中國 是對貧民 或者對窮股 有一種內心 就算很有錢 或者是官商 就算你看周星馳那些戲 也有錢到蘇克爾 某些時候 他都會派花給窮人 我自己覺得 今時今日看回 是會更加為中華民族而擔憂 因為 上次我們才說過 你死在街上 不會有人理你 因為他不是人 魯迅這個小說 都是幾十年前 那是中國人的質素 遠離現在好 現在你會發覺 所以你說 這個人民力量 來到這裡時 我覺得 是非常正常 雖然我們不喜歡 是非常之 這種人的民族 自然會有這樣的結果 因為他完全是 非常自私自利 不會理大局 像你這樣說 不要阻礙他發達 其實你不要阻礙他 不是發達 其實那個司機不是發達 只是阻礙他幾分鐘 因為你示威 你就不適合 你阻礙他條路 反正他知不知道 其實條路是 示威的人士也有使用到無權益 甚至他們在揮霍 他的司機的責任 沒錯 他不怕 你阻礙我五分鐘 我就要你死 不行 一定要死 不行 不行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講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看看 因為你剛才是中國人的質素 就是越來越差 我們可不可以看看其他地區 例如台灣都是中國人社會 新加坡都是大部份華人社會 他們都承傳著某部份的中國人的文化 一定是嗎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這些地區的人 他們的想法 和現在我們所謂中國大陸的人的文化 不是文化 就是那個 那個 根據 那個價值觀 大家是有什麼不同的 比如說海外的三文市 說來也有很多華人 我們在這個地方分長 我們接受這裏的制度 和他們的分別不同 所以我們和他們肯有不同 我們和他們肯有不同 如果我們有不同 這件事其實是 那個政治制度 令人們做到這樣 當然 所以我說 中國本身的民族 有幾十年代的 老順先生 不孝的作品 他裏面有很多很可怕的 人與物 而且是很真實的 不是作的 我們都會覺得 在我們的血液裏面 都有這樣的因素 但是我們很幸運 都沒有共產主義制度的扭曲 如果你已經不是好的一個種子 再加上共產主義的扭曲 那種慘法 就是前所未有 所以我自己就反應就行了 Eric 有一點不可能看的 我認識那些過類的人 他們的一員性很強 他又不覺得那些叫苦難 你習慣了 對 接濟的那些 又不可以這樣擋 你才不覺得苦難 沒有民主 他們不覺得這些是問題 有得吃就可以了 那些民主就是先民生和民主 吃了飽飯才再算 那些 如果我經常說 你是中國的人 內地的人 這樣看不出奇 他們都會搞不出文化 已經是這麼多年 問題是你悲哀 當然是香港 這些人 我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 很多人已經吃了飽很多年 現在只是說吃飯 即是你不喜歡都很 他自己都說你很可奇 你怎麼這麼喜歡吃飯 其實我說 就算你已經是這麼多肉食 或者這麼多菜 你吃少一點可以嗎 你想一下又可以嗎 你不只是說盲心 其實好像你這樣說 好我選了你區議會 什麼什麼 但是如果你的屏風樓 遮到你的女兒 你的兒子都沒有好 好氣候的東西 你吃那一口飯都不算 但是他不懂得這樣問 對 那你便問 即是有民主乃有民生 對 你那個民主就是你自己決定 自己的生活方式 自己的命運 如果沒有民主 你決定不了 別人幫你決定 其實我今天特別想說這篇文章 我自己在香港 認識一些新式的民運女士 我們都積極去參與 在香港的時候有 我都跟她講了這篇文章 其實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我自己就是說 我們在做一些參與民主運動的時候 要認清民族性 我們可以悲哀 可以悲哀 可以覺得孤立 可以覺得痛苦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的民族 是有這樣埋養的問題 你願意救他 或者你願意參與 你就要參與 不要空想他們有一天 會變了很多其他先進國家的國民 citizenship no 他們是沒有的 但是 既然他們沒有 那你仍然要出來 一個月打 一個月難 對吧 我就覺得 不需要太悲良 因為你真的 見到一堆這樣的人 正如剛才我說 在藥裡面的華島山 那個是好人 不過他又覺得 他缺陷會要吃別人的血 你要知道 中國很多這樣的人 這樣的時候 你要不要走這條路呢 人民力量 你既然知道 你已經是反對黨 你就一定是孤立的 你不要想著 傳統怎麼打 我打那條胎 不需要 真是不需要的 你打胎 你都當是食人族 打胎的 是不是 做回自己 反而我覺得 黃明達這樣 堅持理想 堅持夢想 甚至是空想 真的 是的 不要指望這個民族 是有什麼的改善 這件事我很讚的 這件事很讚的 這件事我很讚的 因為如果你是為了要討好大部分人 來轉變的時候 那你就連這些小小的希望都沒有還 即是現在已經是一個 即是石國謙全的政黨 是有自己的理念 有自己的原則 是吧 如果你這件事 都是為了你那個選票 或者其他事情來改變自己的時候 那你和公民黨和民主黨 將來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是這樣 就不如是民主黨 最簡單的 所以我就說 要堅持 但要沒有 這件事就是共產黨想你這樣 是 想你所有的民主派 民主黨 慢慢慢慢 逐步好像民主黨 公民黨 一直都轉 文字頭都轉載 是的 到時你有一百個 法民有一百個黨 有一百萬選民 有二百萬選民 選被法民都沒有 都沒有分別 還有你立法選 選了幾多議席 都一樣 是的 所以 所以 我覺得不需要改變 反而這兩件事 才是值得 繼續 除了不需要特別改變 我再重新一次 中國的民族性 固有非常大的結合 我不是說第二個民族好 第二個民族也一樣大 不過我不是說那個民族好 我不說很大的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我們會 正如台灣 好像Kenny這樣說 台灣有進步 台灣有很大的進步 雖然香港人 經常都恥笑台灣 我心想你有什麼資格恥笑 人家經常強調 就是人家打架 人家不打架 這件事是錯的 他打架 我和你爭論 我爭論過 台灣打架 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 當時是把這個民進黨打壓的時候 他在萬年國會 他在街議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的一個策略就是 在這個議會上鬧事 而突出了他的議題 但是相對於今天 台灣已經有真正的選舉的時候 平等的選舉的時候 這件事已經不會再反應 你再在這個議會鬧事的時候 你是得不到質疑你的支持 因為現在已經有一個公平的平台去選 所以你要知道香港人多低層 直至現在還在說台灣人打架 你用香港來講 香港如果立法局是公平選舉 如果你是全部直選的時候 我不相信有人還會在立法局 會扔的 他下一次一定選不到 所以你會明白 為何黃毓民沒有說粗口 就被人說粗口 只是扔招就被人說暴力 香港人的層次就是這麼低 因為都說了台灣已經不打架 幾十年了 他不是拿了幾十年以前 看電視看到的東西 沒錯 他的印象心也很難說 你知道我們香港的人 最厲害就是播劇 如果那個大契 說一句說話 可以全程是日後的社交談 你會覺得這樣的人 我們也要小心點 他就是大概有這樣的水準 所以我就覺得 你不是孤立 你都沒辦法的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就做多些 空想也好 網想也好 我不想有熱血和熱誓 就是做這些事情 雖然你可能會 正如你說的 給那些人 即是被人掩飾你 他們是吃你的血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的 就有熱血 就是你又有 始終不可以這樣失望 沒錯 對 怎麼更好呢 所以我就想最後有一句說話 就說 就算是兩姦如一卒 但賀激我旁黃 我們是有支持者 沒錯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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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